而认为Meta元宇宙是不是一种潜在的伤进 并且是一种可能 而且可以前景投入发展研究的方向 或者它只是一种短暂潮流 就是一种潮词而已呢 当然对我来讲 其实虚实整合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已经处理很久了 那事实上我2016年在上任的那一年 我们就已经做了很多 就是所谓共享实境的工作 那当时据来讲我还在法国的时候 我就跟在台湾的一些公式 找着小学生跟中学生吧 就是在VR里面会谈 那我就是把自己讲到 跟他们身高一样高的这个情况 用他们的角度去看世界 那他们就不用像在现实世界 想要仰望我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共享实境 等于是我走入他们的实境 的这样子一种做法 那在当时我也有在网路上面教课 就是学reality的课 那当时应该是高雄吧 美术学院 那还有就是其他很多地方的朋友 都有集思广的语書 那我们要拿这个技术怎么做 那他们就有去帮一些长辈 就是真的年纪很大的长辈 首先先像我自己当时示范的那样 先把自己三位建模 那建模之后 那他们就到网路里面 就是用逆琳的科技 就是把他们直接扫描之后 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 差不多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那就变成他们的evotor 那他们进入之后 不是只是好像自己在那边 去重温自己以前的借口 什么 而是可以担任导览的这个角色 大家都可以走入他们的记忆当中 那这个当然不是只是说 好像预防老化 增进社会参与等等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living history 就是一个实际上面 他都可以踏入某个时期的历史 的这种做法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实际 是他脑里的过去的某一段的实际 那现在我们透过互动的方式 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说share reality 是不是一个可能可以前进投入 发展研究的方向 当然是 我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 那但是现在就是这个词 叫做metaverse 我对metaverse这个词 没有什么负面的想法 因为我也是看Snow Crash长大 就是本来的那个 出现这个词的那个小说 《溃雪》 我觉得其实真的描写得很好 但是我现在比较就是concent的 就是说提出这个词的到底是谁 那我们都知道提出这个词的是 meta的这个领导者嘛 这个祖克勃 但是大家都很担心说 那就变成这个祖克勃宇宙 就是简称 跟标准帐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担心说像现在你有Facebook帐号 跟没有Facebook帐号 那好像就变成了二元宇宙 就是是Wallgarden里面跟Wallgarden外面 变成两套完全不同的世界 就像是我自己很小的时候那时候 用微软A1浏览器的跟 不是用微软A1浏览器的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看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网际网路 那像这样子就是把二元分成就是这个是我们国度里面的 跟没有我们账号的这种空间的安排的设定权 确实是让大家比较担心的 那当然国外也很多人在说 就是ZUKUBER现在会喊出meta的这个概念 一部分也是因为他本来那个二维的 脸书的那个Wallgarden 目前的就是负面的声量相当高 在国际上面相当的就是比较不受信任 因为大家就突然发现说 这个真的大家让读的太多了 在以前我写给你一篇文章 用email传或者是放到我mail list 读书会的这个邮件论坛里面 那我送出去之后 那是直接到大家的搜尖侠里面 而且就算是mail server 当了我自己手上还有一份 那但是现在就连接到脸书上面 脸书当机来 这个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有一种好像 他有什么专卖权的情况 所以在国际上面就是现在当然大家都在想说 哎怎么样子去解决这个不公平竞争专卖权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他当然就喊出说 我们现在不要不叫FBO 我们叫Meta 那一定程度上面也是一个diversion 所以我的具体的建议大概就是 我们还是要多元宇宙了 不能只是有账号跟没有账号的二元宇宙而已 而是每一个人就像刚刚讲到的就是 我想要把自己的身高变成小学生营养高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自己做这样子的安排 那任何人想要把好比像说 现在有很多位置上面没有做同学 如果我们如果想要把直播的其他的人也都就是 大家戴个眼镜就好像营养眼这样子 所有空的位置都冒出人来 那我们应该要可以自己做这样子的安排 我们不需要去就是收到任何特定的就是平台的log in 就是不是说我们去配合人家的逻辑 而是应该有非常多的去做这种共享现实的 好像赚快乐高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每个人就按照我们实际需要的方式去打拼起来 就可以进入我们所定义的 而且相对给人分享的那种共享现实 那样子我觉得才是跟Wireweb一样 或现在说web 3.0的这个方向是可能 而且可以前进投入发展的 那如果不是这样子 而是只是被就是权力更加集中化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办法常证的